又見面啦各位,我是祥宇 現在呢是早上10點,然後呢這間飯店還有這個Shuttle Bus 到他們的老城區,所以呢現在我們就去坐他們的Shuttle Bus到老城區啦 現在這邊大概有15度,對講說15度啦,不過體感溫度有20度 然後呢我們現在穿這種外套對不對,這邊人只需要穿一個短袖短褲就好 所以我們顯得這根本就是異類的感覺啊 這裡有一個很有趣的雕像,叫做噴火龍雕像 因為呢這裡以前相傳啊,有噴火龍常常來這裡騷擾這邊的居民 所以呢有一天就一個聰明人,他就把這個硫磺還有這個膠油放在一個袋子裡面 然後呢引誘這個噴火龍吃下肚 結果吃下肚子過後呢,因為硫磺迅速吸乾體內的水分嘛 所以呢噴火龍就很渴啊 然後他就一直喝這個維斯瓦河的水 喝到最後撐破自己的肚子 結果最後這個噴火龍反而變成當地的吉祥物 好特別 剛才看那個噴火龍 你們覺得有像Pokemon裡面的那個Charizard嗎 如果有的話下面留言告訴我噢 OMG,這城堡好漂亮 可是現在好多人在排隊買票,所以我們可能 又沒辦法進去了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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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已經是不知道第幾個,因為人超多所以沒辦法進去了 所以八月真的不要來歐洲啊 先打斷一下,我們買了一個波蘭的小吃 這個叫做櫻樹麵包 櫻樹其實在有些國家是不合法的 但這裡應該是合法的吧,吃吃看 沒有什麼味道,感覺硬硬的 蠻好吃的啦 這個城堡真的好漂亮 我不知道能不能夠把這份感動帶給大家 我們在大熱天又買了冰淇淋 上次最早買是八塊嘛,現在買到只剩下四塊五 怎麼好像越買越便宜啊 今天是他們的聖母聖天節 前面超多人的 我們現在來到他們老城的中央廣場 然後這邊好多人在賣花 因為他們今天就是他們聖母聖天節嘛 這慶典會用到很多花 所以後面都是花式 這裡有一個好奇怪的藝術品 一個人的頭,好可怕喔 我們今天一整個早上的時間都在逛這個古城 然後現在逛得有點累 現在先回去休息 我們現在會跟他們的tour去這個岩礦 那這個岩礦其實離克拉克夫不遠而已 大概只有30分鐘的路程 那我們會在那裡待兩三個小時 因為聽說裡面非常漂亮,非常的特別 所以呢,我們就立刻去看看吧 我們就立刻去看看吧 我們來到了這個卡維麗奇 不是,維麗麗卡 維麗奇卡 維麗奇卡 然後因為他們這裡拍照呢 需要另外買這個拍照票 所以呢,我們現在就先去買票吧 準備要進去了 準備要進去了 走了27層樓 我們終於到了300多個階梯 哇,腳現在有一點痠 這個教堂好漂亮 好震撼 這裡全部東西都是岩座的 連燈也是岩座的 連聖母瓦利亞也是岩座的 哇,太特別了吧 又要爬樓梯了 這裡是他們鹽框的餐廳 可是現在好像是沒有開放 還是怎樣 我們又回來啦 哇,剛才那個電梯真的是又小 可是非常快 它一個電梯大概只可以容納9個人 個位數的人而已 所以樓下現在還有人在排隊 就為了等那個店 現在已經是晚上8點半了 然後我們還沒有吃晚餐 回去看看飯店還有沒有晚餐可以吃吧 我們現在已經回到飯店了 剛才去了那個鹽框 那鹽框裡面真的是非常特別 有什麼 用純鹽做的雕像啊 純鹽做的教堂啊 真的是太特別了 我覺得非常值得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影片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按個讚 並且分享 千萬不要忘記留我的Youtube頻道喔 之外也可以到我的FV粉專 IG去幫我按個讚 OK好,我是你下雨 下次再會囉 掰掰 掰掰